真的很感恩 弟兄姐妹 我们 在这几周里面断断续续一直在讲 上帝的这个名字 所以我现在问大家 蔡长老在7月9号 讲了第几个名字 谁讲第4个 猜对了 第4个 那么你还记得 他讲的是什么名字吗 牧师讲的不算 其他的呢 耶和娃什么 教会讲什么 耶和娃以罗星 哎呀对了啦 感谢主 我应该要准备点小礼物给你们 好 变景 我要记得了 我们就是知道 上一次我们的长老讲的 第4个名字叫说 耶和娃以罗星 以罗星大家还记得他这个称号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就是强大 有能力 有力量 而且是很神圣的 那耶和娃以罗星的这个意思呢 常常让我们感受到 哇 上帝的名字真的很强大 那当然无可否认呢 神的名呢 每一个名都是很神圣的 那所以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了第几个名字了 第5个 所以你记住第5个 万一下一个讲员再讲另外一个名 OK 你就知道他讲的是第几个了 我今天要分享的第5个名字呢 是叫做 耶和瓜 撒伯师 西伯来语呢 是叫做 亚威 亚威什么啊 谁会读这个字 开源牧师怎么读 亚威 撒伯 有的人读撒伯 有人读撒伯 我也不知道什么 没问题 还是我们中文就讲中文好了 耶和瓜 撒伯师 因为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一样 pronounce这个名字 pronounce 整件pronounce的不对的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字里面呢 在英文里面呢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为 就是 Lord of Host 这个host呢 就是在 1961年里面呢 英文坚定版的圣经中呢 是指 军队的一个 古英文的字语来的 所以在host呢 这个字呢 也成为是一个万军 也意思是说 成群 那也可以是指天使 也可以是指人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的上帝呢 他是天上众天使 和地上众人的一个 万军之主 所以呢 无论呢 我们呢 是 过去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整天只是以为是 我们的神只有是 可能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神 其实不是 他呢 就是不论是 犹太人 外邦人 穷人 有的人 没的人 还有呢 就是 如果你说 以前的人有奴婢的话呢 他其实都是我们 人类的主 我讲这个说 他是人类的主呢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 很多人听了会觉得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 基督教会被人家讲 我们很霸道 就是这样 因为呢 他们不能够接受呢 我们的主呢 我们的上帝是 我们人类的一个主 所以呢 那你要看 为什么 万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呢 一出现在 加上我们过去的 前几周 讲的很多不同的名字的时候呢 都带出他的一个 很强悍的一个 很属性啦 还有他的一个 对人的这个爱 重点就是因为呢 很多人不认识 到底我们这个上帝 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我们华人一般上呢 都很认同 在这个宇宙上 有一个上帝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我们这个上帝 是多么的 一个怎么样的 爱的形式 来帮助我们 还有这个爱的 上帝是要 以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呢 又来扶持我们 捍卫着我们 所以这个名字呢 就表现出 我们神的一个专员 专员还有能力 跟权威 因为呢 他可以成就跟决定 他所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讲的 他是同管一切的一个主 所以希腊语呢 在新约 很多人以为 这个只是停留在旧约 但是在希腊语 新约圣经里面呢 仍然要用这个希伯来语词呢 来表示是一个军队 所以你看他这边放 万军之主 万军之耶和华 我们唱诗歌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我们都有看到这些字 罗马书呢 9章29节就告诉我们 他说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流鱼种 我们早就像索多玛 俄摩拉的样子 怎么样 我们像索多玛 俄摩拉的样子 就是我们全部 无料啦 死光光啦 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着呢 我们的神 他眷顾我们 他让他所造的人呢 流了一些的鱼种 在这世界上 雅各书五章 四节也说 工人所给你们收的专家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生 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额里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位主呢 你对他的信仰 不是像我们过去这样啊 只是一个层面认知 是因而是 我们的整个全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他都知道 今天我告诉你 这里雅各书说 我告诉你一样的 今天即使很多人呢 活在当下受委屈什么的时候呢 他们呢 一直在求上帝的一个帮助的时候呢 其实上帝是有亲的 只是呢 神要按着他的时间 来做正确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的万军之主呢 不是只有是以色列人 或者是犹太人他们的 一个所谓的名号而已 而是也应用在 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名号里面 耶和华沙伯斯呢 也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 待会我会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呢 然后呢 因为以赛亚书呢 一章二十四节里面就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大能者说 哎呀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 向我的敌人报仇 你看我们的神不是一个 在那边 好像人家所讲的 没有 什么样讲啊 就是没有感觉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 你今天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他隆重也在 所以啊 华人 我们华人常常只会讲一句话 人在做 天在看 天在看而已 天在看嘛 但是我们的神是 人在做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万军皆和华 知道一切 包括我们的头脑里面 所想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你知道我们的人的头脑 很糟糕 你知道我刚才在那边 敬拜 敬拜神 敬拜神的时候 突然间就这样了 一个东西不好的音乐进来 一个不好的音乐进来的时候呢 你就很容易就被吸引了 所以我要告诉上帝 弄 主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 你把我这个东西拿掉 但是很快的 神就做起功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万军的神呢 是 与我们同在 诗篇46篇7节就说 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常常活在神所 给我们的这些的 避难所 慈爱里面呢 但是我们却很少 去能够感叹 这一切都是 我们的万军的神在做事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呢 就是 万军 为什么你看啊 在过去我们讲的那其他的四个名号的时候 是不同的吗 有的是什么 耶和华 拉法拉 还有耶和华 伊勒 为什么这个是称为万军 它的称号是怎么来的 还有新约的万军之耶和华呢 是否也有应用在这里 在地上呢 要担惊我们基督徒 要看这个名号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日的神 我们要谢谢赞美你 因为主啊 当我们看到你的名被称呼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当中 让我们更看到上帝 你不只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上帝 你也是我们的大军帅 主啊 我们要谢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活在这个时代当下里面 我们却时常要提醒我们所信靠的神 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些日子的分享各个不同神你的名的时候 让我们更明白更了解神你的属性 也让我们常常不因着外在的影响 而影响到我们对神你的信心 所以求主圣灵带领着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时间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我们先来看万军这个称号的由来 万军之耶和华呢 这个名字呢 我们通常是只想到 他突破了上帝的一个主权 因为在这里呢 他强调了作为万军元帅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特别要强调万军 然后我们通常都想到了 一讲到军你就想到什么 军队对不对 我们就会想到军队 我们就会想到 他是我们的统帅 所以上帝呢 在这里呢 他就提醒我们 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 对吗 那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国家里面 我们国家有军队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 在一个保护的一个国家里面 就是对吗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呢 我们的这个保护者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捍卫者 所以我们呢 在种种考验呢 还有一个受到磨难的一个时期呢 他才是我们最终的源头 他是我们最终的源头 不是其他的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号呢 其实在旧约里面呢 你们读旧约 我叫很多人 每次读旧约skip 特别是民书记 跳不读 其他的跳不读 我告诉你 旧约里面呢 一直提到的呢 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次数 是最多的 但是他也有延伸到新约 因为在新约里面呢 很多这些使徒 他们也一直在 引用旧约的一些的说法 所以呢 一直呢 万军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就很清楚知道 就是指种多 多少 你不要问我 太多了 因为指万军 这个万军不是指一万两万三万 而是真的是指的是千千万万 而且呢 我们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呢 他是我们的 人跟天使 跟各方面的一个元帅来的 那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呢 撒末尔记呢 当上帝呼召 撒末尔高扫罗为 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国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撒末尔记上 一章三节里面就说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去 在斯罗敬拜 四季万军之耶和华 也就是说呢 他常常呢 撒末尔他们常常呢 就是会去做这个祭拜的工作 然后呢 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 作为我们信徒呢 我们不只是知道一个名号 我们不只是知道一个清楚的一个 我们的神是一个万军 但是呢 也强调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要敬拜 我们要跟他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联系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呢 感受到上帝 在我们的心中的那一种的 是踏实感跟真实感 而不只是一个 我们只是一个头脑认知而已 所以要有一个 所以你看 在过去呢 撒末尔这些先知 他们常常都是这样的 他们都会去 祭拜啦 还有奉献啊 这些他们都会做 所以在旧约里面呢 万金之约华的名字呢 其实总共出现了 245个经文里面 在245个经文里面 都有出现 这个称号呢 是用来提醒以色列人 提醒以色列人说 上帝是你们聚中的保护 还有你们的聚中的一个拯救者 我们人都是上万的 还有我们也看到呢 在撒末尔记下五章时间呢 你们去读撒末尔记 当当我这里只是讲的一部分 大伟热见强盛 因为耶和华万君之神 与他同在 你看大伟呢 做了王之后啊 纵使大伟啊 偶尔有软弱啦 放罪 但是大伟呢 他还是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呢 求神的一个赦免啊 求神的一个认罪之类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大伟的 大伟不是一个 一个军人的受训 对不对 大伟是一个什么 放羊的牧人呢 他都不是一个军人的受训 但是大伟在一直强强得胜的时候 去增长得胜的时候呢 是因为呢 耶和华与他同在 而且呢 这个望君之耶和华呢 赐福给他胜利成功 而且呢 也带领他自己成长 所以大伟呢 他的国 他的这个人呢 是从一个最小 最好上人家看得不起眼的 一个比利斯大一个人这样啊 上帝把他带成到一个 这么强悍的一个人 因为呢 大伟是完全信靠 他知道 这个神是一个万君之耶和华 神一直在替他呢 做很多增长的工作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是 我们的上帝在天上 一个天君的一个统帅来的 我们常常说 上帝在这个天上 是一个万君 是一个统帅 这个就是讲到呢 神在天上呢 他有发号司令 指挥的一个指挥官 我们这里 新加坡人都很 比较容易明白啊 因为我们都有孩子 去做Army的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的 一个人当进了一个 做服兵役的时候呢 你多么不喜欢都好 你还是要听从 你的军官的发号司令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也知道 在军营里面 他们都有分成 不同的等级啦 对不对 一粒啦 两粒花啦 一横啦 两横啦 几横啦 这个我就不清楚 但是他们总是要听从 那个最高的 的发号司令 所以当耶和华呢 他是我们的一个 天君的统帅 也就是说 我们呢 在天上的天君 天使 全部都是由我们的神 在发号司令 来成就他的事情 然后呢 他也在 这些天使天君 也是在服侍 我们的神 我们来看诗篇103篇 19到21节里面 就说 耶和华在天上 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 同广万有 听从他的命令 成全他 他旨意的 有大能的天君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族君 做他的仆人 行他所喜业的事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看这里呢 强调这个大君呢 就是不管他是在天上 还是在哪里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万君 而且他是跟所有的天君 要有联系的 然后展示呢 在这里就展示到 上帝的这个大能 在这个权柄上 我们很多时候 很难想象我们的 为什么 你知道我信耶稣就好吗 耶稣就不是上十字架 给我救恩就好吗 为什么还要讲到 什么上帝是我们的天君 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这些离不了的 你没有想到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你每天的生活 还是一样 同样的在生活的 你不是一信了主之后呢 你就风平烂静 什么都没有 你也不是一信了主呢 就活在天上的那种 快乐喜乐的生活 而是我们一信了主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在生活上呢 面对一些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搅拢 其中一项呢 就是你喜欢不喜欢 我们基督徒 每个人都会面对 属灵征仗的 你就想 面对什么属灵征仗 什么属灵征仗 很多人很奇妙会想 我知道啦 电影里面 有星球大战 Star Wars 是不是那种 这样打来打去呢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 打来打去 或者我们 华人电影里面 有什么七天大战 风神榜 那我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我说你不能去打仗啦 我们有天上的万君 天使天君万君 在为我们做阵仗 然后很多人就不能够想象 我们到底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信了主 我们天上还有什么阵仗吗 看得到吗 露影看得到吗 其实呢 在过去旧约里面呢 以利沙 他就 以利沙 以利亚 他们就有这个经历 看到 确实在天上 有这些的 天君跟天嘛 列完记下 二章十到十二节里面呢 他就讲到 先知以利沙 祈求她的 仆人的眼睛 被打开的时候呢 就看到 耶和娃的天君的存在 所以以利沙就说 主啊 求你打开 我的眼睛 让我可以看到 然后呢 主耶稣 真的打开 这些年轻的眼睛 他看见了 满山的火马 火车 围绕着以利沙 然后呢 他就 那时候呢 以利沙 已经知道了 以利沙 以利亚 他们因为 在那个时候呢 在旧约那个时候 他们真的是 处在一个 增长里面 所以 从这里 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天君呢 上帝讲的 他是一个 妄君之要 其实在里面指的呢 灵界里面 你喜欢不喜欢呢 就是存在 很多的一个灵体 但是我们今天呢 不是因为 我们信了主 我们就 脱离了这些 我们偶尔会受到 一些的脚扰 特别是你知道 当你信了主之后呢 特别有时候 我们信了主之后呢 我们很多的一些的 引诱脚扰 还在这当中 谁做这些引诱脚扰 就是我们过去呢 跟这些 有牵涉的这些东西呢 他们就是 来做一些 引诱跟脚扰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要祷告 因为怎么样 灵界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 去做什么嘛 我们只能够祷告 说主啊 你就是那 旺君之耶尔寡 你拆拜 你的天使天经 为我增长 我们很少人 会要做 这样的一个祷告 可能你觉得 有点很闲 也都不懂 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去做 祷告的时候呢 你就发觉 真的是 不一样 然后呢 你就会容易的 脚踏实地的 知道我们的神 是一个 旺君之耶尔寡 因为要不然的话呢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 欺笑你 你的神 不能的 你的神 没灵也 我跟你讲 还是不要信 你的耶稣 来啦 我带你去 找一些更灵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在信主的过程中 还会面对一些 这些很多的 引诱跟 搅扰 因为我们很多人 没有想到 上帝福音给我们天使 就是要服事我们的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就说 天使其不都是服役的灵吗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 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是要帮助我们的 天使是要来服役我们的 你知道当我在信主之后呢 当我在信主之后 因为那时候我是先信主 我现在还没有信主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也跟你们一样的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很多一些 都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乱乱做 结果呢 就牵涉了很多一些 灵界的东西 然后呢 结果我告诉你 影响到谁呢 影响到我的孩子 那我的女儿那时候是 我信主的时候 我女儿应该才一岁多而已 然后就影响到我的孩子 我跟你讲 我孩子很受搅扰的 他晚上真的是 几乎每个晚上 不可以安宁睡觉的 他会睡到半夜哭 什么什么 但是后来呢 我知道我们的神 能够拆派呢 神的万军跟什么 来保护着他们的时候呢 我就每天地祷告 祷告 有一次当我在 很无助的时候呢 因为很疲累嘛 一个做妈妈 每天晚上我都要这样 起来为我的孩子祷告 我就很累 我就问了上帝 我说上帝 我在圣经里面有读到 天使天君来为我增长 你今天你的天使君 在哪里 为什么我似乎没有感受得到呢 我每天晚上 我的孩子有很安宁的睡眠 你这个天使天君 是不是没做空 你的天使天君 是不是没有做空 结果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 后来真的很奇妙 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房间都没有开灯的 但是突然间呢 我顿时就在我发觉 我的房间好像亮起来 而且亮起来还变紧了 我还以为是 外面的灯照过来 又不是我 亮起来 然后呢 神就开了我的眼睛 给我看到 在我的房间的门的背后呢 哇 有一个天使 好大哦 好大的天使 站在那边呢 而且呢 他的 他的栓翼呢 是打开的 哇 我那时候 我整个人 我整个人一时之间 我就看的时候 我说 上帝 我错了 我不应该怀疑你 对我的一个保护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我知道上帝 常常有 猜派天使在我的当中 但是为什么呢 我孩子偶尔还会这样呢 是因为很多时候呢 一个过程的时候 孩子也需要呢 我常常来跟他分享 来跟他祷告一起这些 所以后来但是呢 神真的 给了一个 我很大的一个 看到之后呢 也接下来 我也看到呢 我告诉你哦 我的女儿每次做儿梦 有一个pattern的 她会开了门 乱窜乱跑的 所以我很怕的 我每次会把这门的 结果那一刻之后呢 我知道神 猜派他的天使 把守着我的门 也就在那一刻里面呢 我也没有看到 我的孩子乱开门 他就是在那边 惊吓哭了 哭了就好了 就睡了 然后呢 在过程里面呢 后来我一直祷告 祷告之后 后来我才发觉到 我忘了为我孩子 祷告是什么呢 彻底里面的一些 恶者的嚼劳 在他的生命上 因为在那个 因为他以前小时候嘛 很多事情嘛 病痛之类的 然后我们也做了 很多无知的一些事情 后来我才记得 圣灵提醒我 我为他撤着 然后你知道啦 我的女儿那时候 一岁多 牙牙会讲一点话 那我就带领他了 我说 你要跟着我 一句一句祷告 结果他跟着我 一句一句祷告 撤着了之后呢 感谢神 从那时候开始呢 他的整个人 就平静下来 所以很多东西呢 我们一直没有想到 上帝真的是一个 万君的耶和华 他能够拆拍他的 天使天君天将的 来为我们征战 你看 犹大书一章九节都说 天使长米迦勒 为摩西的尸首呢 以魔鬼争辩的时候呢 但是却不敢用 毁伴的话 以辞责他们 只是主辞责你吧 你看 来到这个地步 我们看到呢 连上帝都能够拆拍呢 天使来守住 这个摩西的这个尸体 在当时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征战 当然那个是 圣一城的 另外的一个 一个背景有出现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看到呢 天使天君呢 是由我们的造物主 万君之耶和华 同广 而且他们是听从呢 他的指使呢 来服侍我们人 而且呢 也来帮助我们一起 面对这个属灵的 增长的时候呢 给我们呢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依靠 我们不能够依靠 其他的灵体的 我们真的不能够 依靠其他的灵体 因为呢 我们如果 所以我说 我们基督徒 当我们面对什么的 一个挑战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赶赶要发出 祷告也好 什么都 什么祷告啊 你就是知道神有给我们 什么东西权柄 我们就要去 把他的呼求求神来帮助 我们甚至呢 也能够来到一个地步 主啊 你每天拆派天使来帮助我 你每天拆派你的天经 来为我增长 因为我们人 这场属灵增长 不是我们人 能够自己做什么的 只能够依靠我们的 万君之耶和 来为我们增长 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呢 基督的信仰就能够站得稳 你懂很多人为什么到了一半呢 每次很多时候呢 信了主一半呢 就信心摇摇 就是因为呢 在面对过程里面 我们似乎不知道 我们的神在哪里 我们似乎不知道 我们这个所信靠的 万君之耶和 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呢 一信心动摇的时候呢 很多引诱就会来的 一定的 当你一动摇的时候 很多引诱就会来 而且当你一怀疑神的时候呢 很多引诱也会跟着 进入我们的思想里面 很多引诱就会 进入我们的思想里面 所以我们强常要记住 我们今天所信靠的这个神呢 除了我们前面分享的四个 神的这个名字的属性之外呢 今天要告诉你们 神可以为我们做 增长的工作 好 我们来到呢 新约中的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有些人觉得说 哎呀 这个万君之耶和华 只是在旧耶 但是新约中是否也有呢 其实在新约中呢 出现的比率会比较低 因为呢 那时候新约比较多一点 强调的 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一个 来到世界上的一个救恩 但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罗马书九章二十九节呢 一直在强调说呢 万君的耶和华呢 若没有留下这遗传给我们的话 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 在这个世界上存活 然后呢 再一次的他也提醒到呢 万君之王呢 他跟我们的主耶稣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 也经常被描述为 上帝在天上的这个统帅 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我们看到最后呢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里面呢 他就有说 我光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身上的 称为诚实真实 他审判真仗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果燕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尖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从这边十三节里面 就很清楚提到的 这个人我们知道 所讲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然后十四节他说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还有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寄杀列国 他必用杖管辖他们 并要揣全能神愤怒的酒渣 在他的身衣服和大腿上 有写着万云之王 万子 在启示录这几节里面 其实描写很多 主耶稣跟万军的一个关系 还有你看来到这里 都有讲到 在当时后 有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白衣 又白又结 跟随着他 也就是说 主耶稣其实呢 在他的世上的 这个新约的整个时代的 一个生活 他的出生到他 上世之家的时候呢 天使天君都与他同在 天使天君都没有离开他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 在新约里面呢 保罗呢 面对我们信徒 常常面对的一些 属灵征仗的时候呢 他也提醒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 以福所述 六章十二节 我们这节太熟悉了 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灵气的恶魔尊战 你看我们呢 新约我们信徒呢 我们还会面对呢 在这个 以属天空的 这个灵气的恶魔作证 为什么呢 因为恶者还是 存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魔鬼 还是存留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呢 因为呢 我们的神呢 就是 允许让我们信徒呢 在这个世界上 与他一起 合伙一起来 征仗呢 就是要建立 我们对他 更强的信心 也要让我们 经历到 我们的神 真的是一个 万君之耶华的 真神来的 因为呢 上帝是一个 上位一体神 是什么 圣父 圣子 圣灵 你懂我们常常呢 有的时候呢 会 偶尔 一个时期 我们会忘记 圣父的一个 身份存在 还有我们会忘记 圣子 我们有的时候 就一直强调圣灵 但是我们却忘记了 圣子耶稣 在这个世界上 要我们 他来的救恩 跟这方面 所以我们的一个信仰 一定要平衡在这 三位一体神里面 包括现今 很多教导里面呢 我们也要清楚 如果哪一个教会 他的教导呢 只强调 上帝 圣父 耶和华的话 没有强调 其他两个 圣子 圣灵的话呢 我告诉你 不对 你就不要跟 你不要去 有的呢 只一直强调 耶稣基督的 圣父 圣灵 不讲的 你要不要去 要去吗 你说平静啦 上个还有一个 不要去 如果有的人呢 圣父 圣子都不讲 一直跟你讲圣灵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去吗 你也不去 因为怎么样 教义全部不平衡 只强到一项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 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呢 是一个 三位一体神 三位一体神 所以上帝呢 才会为什么 我们的圣经 你从旧约到信约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圣经 很平衡的 旧约很多 强调上帝的工作 但是在旧约里面 也有讲到 圣灵也有工作 不是没有 我们讲到 常常一直在讲的 然后呢 来到信约呢 就讲到 耶稣的一个出身 但是呢 也有提到上帝 耶稣还有圣灵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 这三位呢 真的是很平衡的 哪一天谁给你一本圣经里面呢 这三位都没有提 这三位里面只提一位的话呢 我告诉你 你就不要去读讲的一个圣经 因为圣经太多的方译版了 所以大家在选择读圣经 要很小心 那上帝拆拍他的哀子呢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虽然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而且完提上帝 给我们人的一个救死 这就是说 耶稣呢 也是在上十字架 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呢 他其实真的是需要呢 他在当时是一个人 但是呢 当他上十字架 也是一个神 但是当他在上十字架的那一个人呢 其实呢 他已经不是一个神 他只是一个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他需要 但是在他的生活 当他在出世 在他的人 生活这三十多年里面呢 他却常常呢 有经历到 圣灵 还有天父的工作在那里 你看 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 他其实本可以呼求 主啊 你猜怕你的天使来 来救我啦 圣经有讲吗 他本可以呼召 十二个天使 军队来营救他 但是他不要 因为他知道呢 这就是他的使命 所以他的使命一做完成之后呢 你看 当他复活的时候 谁出现了 天使出现了 天使出现了 来宣告 耶稣已经死而复活的 这个 得胜的这个工作 所以呢 这就是呢 二者来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二者来到这世界上呢 无非一直就是要跟上帝 抢夺人的灵魂 所以为什么在这四十天的 这个爱新加坡的 这个祷告网络里面呢 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把 要落力的去重福音 要带领人来归向主 因为至今到现在呢 我告诉你们呢 重福音的工作呢 是越来越不容易 所以我们得不得是要去传 但是呢 因为现今的人 科技太多 知识太多 所以呢 造成呢 重福音是一个很挑战的 但是呢 我们呢 就要在各方面里面呢 多去了解 但是呢 这些呢 并不能够来影响我们 因为我们要知道 每当我们重福音 我们面对 怎么样的一个阵仗都好 谁在替我们打仗了 我们的万君之爷 在为我们做阵仗的工作 所以我们来到 当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万君之夜话呢 他跟我们配搭 一起来做这增长的工作 他也没有说 哎呀 我们有万君夜话 我们就不要管了啦 不是 而是他要我们 再跟他配搭 在这世上的工作的时候呢 他要让我们知道 他是那种 万君统帅的一个主来的 我们不能够指使 哎呀 上帝你要怎么样啊 上帝你要怎么样 没有 神自己有他的美意 你知道 知道今天很多人呢 还一直讲 你是万君的爷 为什么我的家人 到现在还没有信主 哎 那个不是我们的 那个不是我 我们跟神讲啊 兄弟你快点 当然我们是说 神来快快 但是呢 上帝有他的时间 再加上呢 神也不止有他的时间 神也给这个人呢 自由意志的选择 到最终 这个人如果选择不要的话呢 也不是神的问题 或者我们的问题 而是这个单世人 因为这个单世人呢 神有给他自由意志 选择的一个权力 所以 我们的重点就是 我们只要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只要呢 在面对增长的时候呢 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 万君之压华这个称号呢 对我们来讲 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提醒 上帝是我们的力量 他也有这个权威跟保护 你懂我们在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 看到神啊 你在为我们增长的时候呢 你会去想 从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跟生命过程的当中呢 很多时候呢 你本来很想放弃了 但是却有人把你给拉一把回来 为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弱 我都没有办法 做什么的祷告的时候 我却看到很多的事情 好像就这样过了 成为一个很美好的 这就是谁呢 这就是因为 万君之压华 已经在为我们做增长了 在为我们做增长的工作了 你知道在我的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我的 还没有信主的背景 我常常讲的 我不是跟你们大家一样的 虽然我后来我妈妈信主 但是我还是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第一代基督徒 我们之前都是很多 不是在基督徒 成长的 所以我们呢 突然间一般 你来信主的时候呢 会面对很多的一些的 搅扰跟增长的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我讲 如果不是这个 万君之压华 为我增长的时候呢 第一 我要吗 我就是可能我会 离弃我的神 第二 要吗 可能就是 我今天什么都会觉得 是很虚假的 因为呢 如果你来跟我讲 这个神是真实的话 我会觉得不一样 不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能力 我在那个时候呢 当我在25年 其实不是25年前 就是在 应该是1到30年的时候 信主的时候呢 我跟我的先生那个过程 真的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感恩的就是呢 每当我们面对 很多的一些的 搅扰的时候呢 我们每次祷告 祷告 祷告 然后呢 神真的让我们经历到呢 祂是那个力量 那个能力 怎么样的力量 怎么样的能力呢 如果你要听 我第二堂会分享更多 但是呢 所以你可以留下来 但是呢 在那个过程里面呢 神真的就让我们看到 真的我离了这个神 我会更糟糕的 一个情景 所以后来呢 后来当我 当我 上帝呼召我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一直不明白 神为什么已经呼召我 说 你要去全心地服侍神 因为祂只告诉我 你如果不服侍神的话呢 你的生命会更糟糕 我就一直想 上帝为什么你一直要我服侍你 为什么如果我不服侍你 我生命会更糟糕呢 后来我走过了 我才想到 因为呢 我们人的引诱很多 再加上过去呢 还有一些的 很多的事情呢 还存留在我们的生命中呢 所以结果呢 就造成很大的一个挑战 很大的一个引诱在我的生命上 所以来到一个地步 我可能真的会走到一步 我就讲了 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你懂吗 我们人最厉害就是 放弃信仰 因为怎么样呢 我们会把很多事情都埋怨在神那方面的 我们都会埋怨在神那方面的 就好像很多人啊 信了耶稣 为什么事情好像听起来不是这样顺呢 而且好像会觉得说 应该信了耶稣是顺顺利利 为什么不是呢 那我们就很容易想咯 哎呀一定是信错了啦 不是这个耶稣 所以我们就会放弃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当我当神给我这个护照的时候呢 我就讲 OK啦我都已经走过了 我那时候就想 好了我都已经走过了 听命啊乖乖听话一下 结果我在 后来我就帮入这个家的时候 帮入我这个新家的时候 你知道很奇妙耶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姐姐会送我这么 这么一个美的一个精美的字画 你知道这个字画是什么 来给你们看 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时候啊 还搞不清楚 这个名字啊 亚辉沙辉是什么呢 我去查 我去找呢 后来我才看到了 原来是万君之耶和国 然后呢我就 我就把那个中文小小的写在那边 我已经可能太久了不见了 我就写在那边 然后我姐姐只跟我讲一句话 我说姐姐你送我这个是做什么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现在问我什么意思 你现在在问什么意思 我也能够理解 我姐姐只跟我讲一句话什么呢 这一路来你的家庭信主不容易 是因为这个神 我们的神的万君之耶和国 帮助你走过 然后那时候啊 我只知道啊 是啦我知道我的神是一个万君 祂好像是一个 比执行还要大的那种 在那边发号司令 然后祂就告诉我 你现在搬来这里 还有加上啊 你要回应神的呼召给你啊 Please啊 好好继续的啊 求告祂 好好的Please啊 就是让祂知道啊 上帝跟你同在 所以你什么事情啊 祂跟我讲这句话呢 You die or do啊 你不可以离开祂 我今天跟我讲 你死都不可以离开祂 哇啊 OK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在当然后来进来服事 我们也面对一些了 很多的一些的一些的挑战各方面 但是当我走过的时候呢 回想这25年的时候呢 我觉得若不是我们的万君耶和华 常常与我一起争战的时候呢 真的我告诉你 真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呢 生命啊 就走了很多的 会觉得很多的 Question mark Question mark 因为呢 你真的不知道 到底那个力量 你要从哪里支撑起来 但是当我走过的时候呢 我到今天呢 我会把一切都是 神的掌管 一切的呢 的计划 我都看为是得胜的一个一部分 就像现在呢 有一些事情发生 你看起来好像很糟糕的样子 但是我心靠 神你为我挣扎 一切都是你得胜的 所以我当我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 一直在跟随着神 继续的走下去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的意义呢 我来到总结的时候呢 就是远远的就是在我们的圣经中呢 一直在提醒我们 上帝的主权 和保护他的子民的爱 神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呢 他就是这样的 OK 你自己自生自活自什么 没有 他其实呢 在我们的整个基督的生命的旅程里面呢 他赐福了我们很多 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他也在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一个计划里面 帮助我们走完我们在这世界上的道路 他也帮助我们呢 当他给我们的一些的事要去做的时候 我们似乎看为自己不可能的时候呢 他也是在帮助我们 很有就是 就是帮助我们呢 以我们呢 默默地守着我们 以我们一起去走过 诗篇四十六篇七到十一节里面呢 就让我们很真实的一个看待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死地怎么样荒凉 然后呢 他禁止刀兵直到地际 他折弓断枪 把战火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遵从 我在偏地上也被遵从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看我们现今很多人处在 所谓的我们肉眼看得到的是一个 战争各方面 但是呢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我们也知道 灵界里面有一些很多的征章 但是呢 这一切呢 神都告诉我们 前跟后都告诉我们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更好的一点就是在第十节 他常常提醒我们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你懂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一直以为自己多么的厉害 一直在打仗打仗 争战 对 好 很好 我们成为一个精兵 但是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步 你会累 对不对 会累耶 我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 我跟神讲 上帝我要睡觉了啦 你自己去 沙特啦 我要捆尿啦 我跟你讲 有时候我就会跟神讲 算我很累了 我去睡觉了 我不知道啦 这个因为有些事情 还是会存在的嘛 我说上帝 你掌权啦 我去睡觉了啦 我很累了 所以这些事情呢 让我们也经历到 当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 上帝还是我们的一个保护者 祂还是 祂的军队还是在那里 一直在为我们做阵仗的工作 我不晓得 我们家中都有孩子 都有年幼的这些的年长者 很多时候我们啊 不是24个小时守护着他们的 但是我们又去担心啊 他们会这样啦 他们会那样啦 然后呢 晚上睡也睡不好啦 结果呢 搞到很疲累 有的时候 我会为着我的孩子吃回来 我也是 没有什么睡觉 因为很担心啊 又为他们祷告 来到一个地步 神说 去睡觉睡睡觉 我照顾你的孩子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知道 神是我们的万君之耶和华 今天呢 我们的信心 一直不断地在那里成长 当我们越理解到 我们的万君 是我们的耶和华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的一切 都由神在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呼吁 我们的神主啊 你自己拆拜 你的天使天君 与我们增长 特别是当你面对一些的 很强悍的一些的 增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是要常常 依靠神 知道我们的神 是一个统帅 祂必能够带领我们得胜 而且带领我们呢 不只是得胜一回 而是胜了又再胜 好在我们呢 就如以赛亚六章三节里面呢 我们能够呼喊说 圣哉圣哉 万君之耶和华 祂的荣光 充满全地 弟兄姐妹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我也不晓得 你竟来面对一些 怎么样的一些的观景 或者你觉得 我今天再次的能够明白 我们的神 原来是一个万君之耶和华 我能够呼吁祂的天使天君 在我们的当中 来与我们一起做 征战的工作 来保护我们的一个工作 我能够来寻求祂 我更能够看到 主啊 祢也必 祢的荣耀也必要 彰显在某些事情上 我们的心就对神更踏实一点 我们的心对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主呢 就能够更真实 你就会经历到 并不是我们人的手能够做什么 并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厉害 乃是我们的神 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走着得胜的道路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一起张力起来 我们来以这首歌 神给我们这首歌呢 我今天不是要带领大家 说你来投入在你的情况里面 No 如果我带领你投入在你的 现在的目前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会一直群留在那里 我们今天就好不好 超越我们的 所面对的这些的困境 或者所面对的一些的事情 你说神啊 你的荣耀彰显 你的荣耀彰显在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跟神讲 彰显 因为我知道 今天你是我们的万君之耶和华的神 所以当我们在献参这首歌的时候 你心里面可以发出这个祷告 你口里面呢 如果没有的话 你说是的主 你是一个荣耀荣耀的神 我们要赞美敬拜你 祢是荣耀荣耀的神 祢是荣耀荣耀的神 圣地们邀请你荣造这个地方 让我们宣告 Они喜欢这个祂的一样 祢是荣耀的神 在一旦你세요 在我的外团的范围 这世纪大人要全息的敬拜 坐在宝桌上全能的神 这时代要一心呈现你作为 高举你生命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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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你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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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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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你 现在 荣耀 荣耀 地上 全地都敬拜你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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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你 所以你配的 配的 配的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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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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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你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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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你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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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你 全地等清白灵 主啊我们要谢谢赵美你 因为你是那万君之耶和华的主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每天每个时间的生活在这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一些的搅拢 主啊帮助我们看到的是神你的荣耀彰显 帮助我们 主啊看到的是上帝 你是一个万君之主 你在这世上在这世间上已经长完全 你在这世间上已经做奇妙的工作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 但是今天我们要宣告 我们所信靠的是万君之耶和华的主 主啊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与你同在 赞胜一切 让我们与你同在 让我们走上得胜又得胜的一个过程里面 让我们活在这世间上的时候 纵使我们会面对很多的一些的挑战 但是我们不惧怕 我们知道万君之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 为我们做一切增长的事物 所以我们要谢谢你 我们愿神你自己彰显你的荣耀 你不只是荣耀彰显在全地 你也要彰显在每一个世界里面 好叫上帝你的名被称颂 谢谢我们的主 因为主耶稣 你是我们万君之耶和华 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